在韩国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熙悦胜选之后 美国政府表示祝贺 美韩双方都表达了继续加强同盟关系 并且共同应对朝鲜挑衅的意愿 美国白宫10号表示 朝鲜正在测试一种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 美军正在把位于亚洲的导弹防御系统 升级到加强准备的状态 美国财政部将会在11号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 拜登政府9号对韩国当选总统尹熙悦表示祝贺 并强调美韩之间的经济同盟关系渐如磐石 美国总统拜登期待与韩国新任总统继续扩大密切合作 据悉在尹熙悦当选后 拜登已经与他进行了电话交谈 胜选后的尹熙悦表示 上任后将会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重建韩美同盟 使之成为一个战略全面同盟 并分享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人权等核心价值观 韩国还将在他的领导下加强军力建设 强硬回应朝鲜的任何挑衅 不过尹熙悦指出 韩朝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 而就在韩国举行总统大选前夕 朝鲜进行过两次弹道导弹试射 美国白宫国安会在10日表示 朝鲜把这两次试射伪装成太空发射 但朝鲜真正的意图是测试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这是朝鲜挑衅的严重升级 美国财政部将会在11日宣布对朝鲜的新议论制裁 美国相信朝鲜测试的新型导弹 最初在2020年10月10日的 共人党阅兵仪式上对外进行了展出 但目前美国还无法确定朝鲜的威慑力和射程 白宫同时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对于外交对话仍然持开放态度 但只有在美朝能够达成严肃协议时 美方才会准备好再次举行美朝峰会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